音乐 谁打过给他讲一下 他感觉很厉害 我感觉又要拆我台 我瞄一眼 我看着谁打过 两只眼一眼巴巴的看着我 不够翘是吗 不是 你给 给老师一看 我莫莫写回头 不要 又要拆我 我又要拆 我可以讲会不自然 但是我是带着你来的 什么意思 一个不自然 你本来就不会跳 对 哈喽 大家好 又在这里见面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 非常的特别 那就是整容 整容在过去 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可以说是只有那种 在舞台上面 高高在上的那种明星 或者是演艺圈的一些人 才会涉及到整容问题 但是整容现在已经 面临着所有老百姓 对 这个东西 已经走入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变成一个很平常的 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整容这个问题 我两个真的是不太懂 外行 我们今天请来一个 非常非常专业的 所谓什么上帝之手 那就是 对 是最年轻的 80后的最著名的整形师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著名的思琴老师 来 有请 哇 真的好帅啊 非常欢迎 今天我们也来了 特别多的女嘉宾 对不对 然后她们都是抱着 有问题而来的 就是一直困惑的 比如说某一些部分 她们一直笑 对 大家都 大家都对自己的某一些部分 不是特别的满意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有很多的困惑 今天想要问老师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场的女嘉宾 来 从这边开始 我就特别不满意的是 就我这两边特别鼓 特别困扰 每次自拍的时候 或者是拍一些 就是这样吧 亲爱的你过来 因为我觉得 对 我们老师帮你们分析一下 对 老师可以仔细地观察你 对 我感觉这个地方 她的眼睛照相特别显脸大 现实中可是脸特小 她的咬肌还是挺大的 然后下巴偏短 这个位置 看镜头 如果要是这样 就会好看很多 就是要再往前翘一点 就会更好看 然后还有 我感觉这个地方 骨头也特别高 就是会不会 消掉比较好一点 不会啊 你的下往前翘一点点 骨头就不那么多 上菜刀 是吗 这点盘住的声音 好痛 孙嘉老师呢 认为她还是就是 怎么样是能达到她刚才所期待的目的 这两样 把下巴 打出来 你可以把那个 就是让她看起来跳一点 就是下边也是瘦脸针吗 不是瘦脸针 下边你可以打点玻尿酸 打玻尿酸 这个打上去会不会感觉 就特别 笑容啊什么东西 会不会特别 谁打过 给她讲一下 我感觉要拆我弹 因为眼睛麻烦的 我瞄一眼我就看着谁打过 对 两只眼睛麻烦的看着我 好吧 好吧我来说 其实其实打顺脸针呢 我觉得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咬肌和笑肌 它是重叠的 因为笑肌在底下 咬肌在上面 因为如果的话 就是你找的这个 有四块咀嚼肌群 我们就打一个位置 一个咀嚼肌群 打咀嚼肌 明白了好的 那先感谢 那我们下一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呢 要咨询的呢 我也是颧骨这边 然后还有下巴 来 颧骨 我就觉得我脸特别疯 没有那么立体 看镜头 没有那么立体 其实脸还挺立体的 我一次要不要找一下 一次可以找一下 然后脸可以瘦一点点 就是削骨还是 不用削骨 大家说了一个就好了 这样吧 思琪老师你分析一下 以你审美观点的话 你觉得他需要做什么地方 才会变得比较漂亮 我觉得鼻子可以高一点 然后呢 这个两栓的咀嚼肌 可以瘦一点 下巴可以翘一点 这样整个人就会 气质感 现在提升很多 本来他身材啊 身高啊 皮肤都很好 我觉得 努力 回去考虑一下老师的建议 对 私下跟思琪老师 好好地沟通一下 行 那私下再找您 好 谢谢 那有请下一位 终于到我了 是不是 太激动了 他好开心 你是有多少问题要问呢 因为我找不到人问呢 找不到人问啊 你问我 那我来得太吓了 什么事 其实他长得很清纯 也很漂亮 就想问我的下巴 怎么才能 就是不动圆形 但是要尖一点 不动圆形要尖 那就不要动了 其实他眼睛是贴的双眼皮 好纠结 其实他做的眼睛就好了 下面我觉得根本不要 对 那疼不疼呀 疼 老师真实在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让他疼 但是也会改变 不整 也不疼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下一位呢 妈呀 太紧张了 我的问题很大呀 很大呀 没事 那还有一个大的呢 那个是Big Tap 你怎么都要睡了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这么完美了 我在想 我一会儿给问问大夫 我不整哪儿 脚底板 脚趾 好 好的 OK 我下巴就是侧面 好像是有要短 不够翘什么 你给 给老师一看 他给我看干嘛 可能要翘吗 我觉得你 我觉得挺算的了 我觉得已经挺好的 你还要翘成什么样 准备 你们非得请我上来说点什么 我做梦的时候 我挺好的 我下去了 对不对 那四星老师 你根据他的 不管就是他的掌上 还有是皮肤 我觉得他可以做的 飞梭雷射 因为他脸上的痘痘很多 也有最头疼的地方 什么什么是 飞梭雷射 Flexo Lacer F-R-A-X-E-L 做完以后 就是痘痘全没了 他比较想做 对我特别想做 因为我最近 大家可以试目 真的 他就属于这种 磨皮雷射 可以把表皮 烧焦一层 然后重新脱掉 之后你的色素印 痘痘都会有改善 会痛吗 那个 不痛 那个不痛的 对 OK 非常感谢 下一位美女 我们是整形排排座 你看这哥们怎么样 哥们 自欣老师 给你透露一下 其实他以前是男生 开个玩笑 我今天带了两个问题来 然后觉得对我不太满意的 就是一个是法令纹 我觉得我的法令纹 好像是比一般的女生 要深一点 是吧 就会显得比 一个自身的年龄要大 还有别的问题吗 然后还有 我觉得我的额头 就是挺窄的 然后我想把它变宽一点 这样可能会看起来 更欧式一点 额头变宽 现在好像很流行 脂肪一致 但这个位置 可以打打玻尿酸 这么简单的 我也喜欢摇头的 对 我觉得女孩有一个 漂亮的天庭嘛 我摸摸摇头 不要 又拆完台 我有一个速成的方法 你可以把两边的头发 多剃掉一点 然后就 不是你这个方法不好 对对对 这个方法很好 那直接就变成突兵了 是吧 是把这里的毛发 刮掉一部分 这样可以不用 好像用什么东西 激光还是什么打掉 激光打掉 对不对 这不注意整 不注意整 这就是美容 但是就是不是 要想把它变鼓一点 然后也得帮人 那就肯定要 其实 照强磕一下 它就鼓了 想让它长一点 最低成本 最低成本 这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更快 我觉得这个可以 现在就试一下 磕不好 怎么去了 得去看脑争荡 不是 天天壮壮什么 还不鼓 还不鼓 哎呀 我那个属于什么 那个 吓得狠心了 说实际磕一下 一会儿磕过去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下一位美女 我有两个问题 要问老师 我是双眼皮 但是我想让它更爽 就更凹 老爸呢 您觉得 给它一些意义 好 里凹一点 或者更深一点 直接去切个扇眼皮吧 一定要切嘛 对呀 埋线 埋线可以达到吗 埋线 埋线但是很快会掉下来了 大概有多久呢 埋线有的人 两个月就掉了 两个月就掉了 有的人半年会掉 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掉 我有一个姐妹就是 就是它埋完线以后 然后掉了一半 然后还剩一半 但我觉得那种情况很自然 那我可以给你弄一个这样的 那算了 还有一个就是打瘦链针为姐妹 原来有酒窝 然后打完瘦链针后 它没酒窝了 但是等瘦链针过期的时候 酒窝还会出来 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好多 你是喜欢最什么吗 就是你当我们思议老师是百度的 老师肯定是百度 那个就是带着机会了吗 就问一下 就是他不是有时候那个 您说那雷射注射 比如说我眼睛 你看现在就一上了粉以后 一笑 然后就有肝蜂 那个真的适合雷射 可以吗 那那光子嫩夫又是什么呢 光子嫩夫跟雷射 它区别很大 光子嫩夫它是560的波片 让整个纳米波长的波片 会让整个皮肤毛孔细致 细纹变淡 但是麦充光 就是你说那种飞梭雷射 会把整脸烧焦一层 让它重新生长 那哪个不够保险 我觉得听起来很恐怖的 都保险 我突然想问什么 就是关于他做这个眼睛 还怎么样 大概其费用应该有多少 对 我也想知道 医院是有标价的 有标价的 对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好 在2012年3月16号到3月18号 我们举办的上海国际成人展当中 我们的合作伙伴 幸福宝盒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展台 并且呢 会有很多国内外的知名的成人用品 来进行展示 好多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 并且呢 在我们的幸福宝盒展台中 会有很多女优质服秀啊 大家还等什么 赶快去看看吧 好 刚刚呢 我汇总了一些问题 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专业 是更深入一点的问题 那我要跟那个思琴老师 好好去探讨一下 哎 哎呀 哎呀 那个思琴老师啊 赶紧先掏掏庭 你说眼睛是真的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皮吗 就是把那个皮压个褶吗 还是怎么样呢 您可不可以就是详细的抛弃一下 其实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这个褶形成也很复杂 有的人做完了还形成不了 形成不了 哎 我这样吧 我们这有一个专业的模特 我把它请过来 怎么都成专业模特了 专业模特 专业模特还不到一米七呀 脸膜 那这个脸膜长得好不专业呀 对 使用前后的对比模 是用前的对比模 那我要给你全脸画一下吗 您画吧 哇塞 比如你这儿有眼袋 这一片 你看这边眼睛有 这边眼睛有 小麻痣 那我这个怎么才能给它弄霉呀 可以做一个镭射啊 把它铺平 首先这个画的地方是我们要开刀的部位吗 不是呀 是在里面开刀 在里面开刀 在这个位置开刀 那您画出来吧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别画 我吓死了 然后呢 她的皮肤有小斑点 就是这种星星连的小雀斑啊什么的 我还有斑呢 雀斑也可以做吗 那好多啊 我都没发现 是玩电脑玩的吗 有可能 真的吗 我年龄大了 老年们 中午吃饭的酱油没擦吧 确定是斑 因为像我一擦就掉了 是吗 我有很多朋友真的有去斑 但是我所有人都一直认为那个斑是弄不掉的 斑是可以去掉的 大大半生光就掉了 好 那我们眼睛完了以后 来 对 还有眼角 开眼角现在好像很流行 当然不用开眼角 我男生绝对不要开眼角 开眼角会不自然 但是我 我是带着你来的 女生我很多姐妹 对 下一步呢 我们抛析一下鼻子 做鼻子 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同点吗 不同点 对 男生需要什么宽衣 有他的足度啊 还有他要的立体感 男生女生肯定不一样 男生当然是 这里越高越好看啊 这里越高越好看 女孩要显得比较英俊的鼻子 出去那么成人妖了 对 而且还说就是这个地方 那女孩呢 女孩是这个地方高吗 女孩子这里边翘一点比较好看 就鼻头的位置 男孩子是这里边高一点比较好看 单纯指他的话 如果非要给他做鼻子的话 您觉得怎么做 做哪 非要给他做鼻子 没有人非要做 就是他自己非要做就去做了 对 我非要做要做哪 那你就把这儿垫了吧 把这儿高一点 那要把这儿高一点的话 他 您建议他做什么呢 假体还是填充还是什么 填充假体都可以 你想永久 你可以填假体 你要想 想试一下 过一段时间没有了 我觉得我也不想做 那就选一个填充 如果你填充了之后 你觉得 哎呀消失了 没有高的时候好看 那你就做个家庭了 原来是这样 那懂了 那如果是咱们先聊一下 填充的问题吧 填充呢 那是就是打玻尿酸 对吗 然后您觉得打玻尿酸的话 您这样吧 您讲一下 大概其实打玻尿酸是什么 需要麻药吗 打鼻子 不需要 不需要麻药 不是很疼 是吗 那 你没打过吗 就是从哪打呀 不是 我说出来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打过 但是我说出来 一点都不权威 没有幸福力 但是 你很有幸福力 你很有权威 因为你打过 你比我这样 因为我都没打过 你可以告诉大家感受 不是 我是想这么说 就是 打的时候 你打麻药了 我打看不到 你懂吗 你只是一个感受 但是到底是怎么打的 还得要您这边来知道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比如你想这里高 我们就皮下住到这里 从哪插针呢 从这里插针 从这里插针 也可以 从这里插针也可以 打到这里 喝一点点水 就像打一点 生理眼水一样 它就会高了 你可以给一个标记吗 在这个地方 打针是吗 还是 这个位置 打一个小叉叉 我怎么 联想到那会打牌 就是兜里都没带钱的人 穷人打牌 输了就画一张 输了就画一圈 思琳老师底下画的两条线 是什么意思 这条是鼻梁一边打歪了吗 好 这是在这个范围里 有一个参考的标准线 然后通常打玻尿酸的话 会肿几天呢 应该不肿吧 不肿 完全不肿 当时就可以出解 如果要化妆的话 除非有的人 他眉感好会打到碎管里 那就会肿好几天 肿一个星期 一般都不会肿 通常会青啊紫吗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OK 那我们聊一聊就是甲体 甲体的话通常 如果是要垫这儿的话 应该是从什么地方进的 应该是从这里做一个切口 或者现在韩国的 这个看得出来吗 以后 流行在这里切口 中国的医生 喜欢在鼻孔切口 切口 然后把用分离器分离到这儿 再把它植入到这个位置 看不出来 没有 痕迹不明显 缝不明显的话 也是能看得出来 就是基本 只要你做过整容 仔细看都能看出来有痕迹 为什么你就在那边扫一眼 里边做应该看不出来 但是外面做肯定会很明显吧 你肯定要缝啊 其实也看得出来 仔细看也看得出来 那我想问 就是它这个东西 撑进去以后 会肿多少天呢 假体吗 要肿一周到两周吧 就是一个这样 肿起来包个脸 是那个感觉 阿凡达吗 阿凡达 真的阿凡达 真的是阿凡达 那好 那我们现在聊嘴巴 嘴巴的话 现在很多女孩 男生好像做嘴巴的比较少 女生做比较多 是不是 女生都很多 都很多现在 那嘴巴应该是怎么打呢 那个我知道 肯定是注射 肯定不能放假体 放假体 嘴巴注射的比较多 嘴巴跟他这样流行 打得比较丰满 然后看着比较性感 看起来比较性感 女生打的还是 打性感的话 他从哪打呢 找注意 比如有的人喜欢性感 喜欢外翻一点 他们一般都会打到这里 然后想要可爱呢 就打一个纯珠 打这里 打在中间 那下面呢 如果喜欢上下都比较厚 有的人嘴巴特别薄 因为上下都厚的话 可以打这里 如果打嘴的话 我听说啊 打嘴很疼 是很疼 五官里面最疼的 如果注射的话 最疼的是什么地方 会不会 最唇 最唇 你打过 我没有打过 我有朋友说过了 你知道吗 我有很多朋友都说 嘴巴特太疼了 去打 你看我的嘴 就太薄了 就这样 我觉得 不过有的 有的医院的话 你特别怕痛 比如伊美尔啊 什么的 那种特别大的医院 它里面可以做拳马 这样打嘴就可以 打个嘴 要做拳马 太夸张了 对啊 是夸张了 我觉得 做拳马 这个危险性 比打嘴危险性高多了 是很高 我听说老做拳马手术的话 就是脑子 容易变傻是吗 对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人 真的假的 打完拳马以后 也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 然后紧接是下巴 下巴做的话 好像刚刚您讲 是有机动方法 做下巴 可以垫甲体 垫到这个位置 垫甲体 对 然后也可以打 布尿酸 打到这个位置 它就下巴 就会变得这样翘一些 显得脸会瘦一些 显得会帅一些 那咱们先聊 打就是 填充布尿酸吧 和鼻子是一样的 一样 类似 就是注射的位置不一样 也是当天就不会冲 要求的效果 应该是一样的 OK 没问题了 那如果要是那个 填充物呢 从什么地方开刀呢 放开嘴 从舌系 从那个 唇甲系带这里 从里面 不用画 这个我不会画 好 从里面开刀 就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会肿多久呢 也会一两周 一周吧 一周 一两周 对 打完下巴以后呢 咱们往下走 就是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呢 年龄大了 皮松或者是胖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有凹肉 双下巴 会怎么样去解决呢 双下巴 减肥 减肥啊 嗯 双下巴很难减 但是这个位置 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现在还很流行 不论松呢怎么办 现在很流行 抽这个位置的脂肪 抽脂肪 对 把这个位置抽出来 它们抽脂肪脂 好像皮肤会松是吗 而且不 而且容易不平 容易不平 那会很明显吗 这个不平 你不抽它就不明显了 不抽 OK 那好吧 那我们谈到这个下巴以后呢 咱们紧接着讲那个两侧 就是像瘦脸啊 或者是磨骨类的 瘦脸我刚才讲了好几遍吧 对 瘦脸 磨骨风险是很高的 其实 咱们先讲瘦脸吧 瘦脸真是 比如移摸它这里 这里是下颗角外板 下颗角 它的骨头在这儿 整个下颗角 但是一般医生都会 如果是磨骨的话 会把这一条切掉 就是把这个棱角切掉 对 就切这么大 因为再往上 用一个错刀吗 就会有神经了 不是错刀 它有特别专业的 局部用的这种 就是电锯 我去削掉 电锯 天啊 电锯 我一听就 就是把这个角点掉 这样脸上就会 视觉上瘦很多 会有疤痕吗 这个 它在嘴里面做 在嘴里面做 在嘴里的这个位置做 切四个毫米的一个切口 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也很有风险 有的人碰着动脉 比如前一段时间 会有事故啊 很多 会肿多久 有的人会肿三个月 有的人会肿一周 三个月 最快的有一周就好了 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做过 然后呢 做的医生 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有的人会肿很久 肿一两个月 肿三个月都有 你想吧 就是我们平常 如果比如说你 不小心摔到腿 什么伤筋 动骨 都要恢复三个月 更别说是开刀 去锯掉骨头 对 明白了 我们刚刚把整个脸部的 细微的如何整容呢 分析了一遍 然后这样 有请我们所有的美女 所有的嘉宾 还有我们的思琴老师 还有我们的 今天辛苦的摩托 自己的摩托 毁成这样了 随着我们节目 马上即将结束了 我很想问一下 苏田老师 由衷的可以给一些 怎么说 刁端的客户啊 或者是不太懂 不太了解整容的人的 一些心态啊 还有整容的 应该是怎么样去整才好 一些注意的事情 首先你要适合自己的 项目 要自己要详细地了解 比如做之前 需要做什么准备 做之后要有什么准备 有什么预计 或者有不好的 你要预计出来 不要你想的只是好的 因为整些美容 必定有风险嘛 所以一定要 智慧决定你的美丽 好的 随着老师这句 智慧决定美丽 我们的节目 今天到此结束了 欢迎下次继续收看 拜拜 by bwd6